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美乱入》 大家好 阿Ken又和大家见面 今次介绍的是 可以一路饮着Cocktail 一路品尝台湾菜的做茶菜 室内装饰以深色木系风格为主 灯光柔和 每款食物大约是2至3人份量 只有单点 没有套餐供应的 在近似西式餐厅的气氛之下 品尝台湾菜 真是另有一番风味 海上微风 既然有Cocktail 开餐前先来一杯 用福特加 葡萄柚和万月莓调制 有一股清新的柚子味 之后就是带些劲度的福特加 加上够冰冻 绝对提神醒悔 经典鳳梨虾球 是这里的招牌菜之一 炸到酥脆的虾球 外皮包满用美乃滋煮成的酱汁 虾肉蛋牙 再配上新鲜鳳梨和杏仁片 味道酸酸甜甜 複杂之余还够过瘾 主厨清蒸鲁鱼菲力 非常厚身的鲁鱼菲力 在上面撒上大量姜丝和葱丝 鱼的下面放了豆腐 吸收鱼肉的精华 泡布纸在加工业制之后 最好就是用来烹调鱼类 或者是蔬菜 味道咸咸的 带有回甘味 这里蒸鱼料理 简直是无敌啊 烟糞培根高丽菜 好像很简单的一道菜 其实要炒得出色 绝对不容易 高丽菜脆绿爽嫩 烹调的时间掌握得好 除了够火候之外 调味适中 仍然吃到蔬菜的甜味 黄金地瓜芋头 分别有黄芯和芝芋 外皮酥脆 入面软糯 这款甜品虽然简单 但会令到人吃得很开心 今集的介绍是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希望可以按赞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下集完 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